这个摊位 这个摊位 还有这个摊位 都被摸着了 我每天跟十多家快餐店走过 同时接待的撒克 超过五十多个人 销量高达一百年纪 年纪轻轻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颠峰 他们都很羡慕 但是他们接近我 只是为了我的猪肉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小许你 你跟他们不同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物质的女生 白 这块上口的五花肉 你拿着 从今天起 别说五花肉 猪体 猪肝 猪大肠 随便吃 别跟我客气 你对我真好 傻瓜 做我的小公主 只吃猪肉 不吃苦 当时那把刀离猪肉 只有0.01公分 但是一分钟之后 那块肉的女主人 将会彻底爱上我 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 虽然本人生平说过无数的谎话 但是这一个 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你再啰嗦 我就不要了 你不应该这么做 曾经有一块上好的猪肉 摆在你的面前 你没有珍惜 等你失去的时候 才会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 莫过一次 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希望你对我说三个字 不要了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那你是谁 挺厘所的 我没干过坏事 你们卖猪肉的可真有意思 老是到处白摊 我不像你 我靠这个去饭 我要的东西吗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什么意思 你应该执照办了吗 给我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 我想做个好人 好啊 你去跟管理处说 看他让不让你做生意 那就让我走 对不起 我是好啊 最近家里怎么样 钱还够用吗 妈妈工作不稳定 花哨有点紧 王大娘家缺个保姆 你问问你妈愿不愿意去 谢谢你叔叔 嗨 客气是吧 孩子啊 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 其实钱赚多赚少无所谓 做人做事 讲究的是良心儿子 来 这块肉拿好 五十 没办法 都要查饭的嘛 厉拔山西 气盖是 时不利息 追不逝 北北 西西 我还是希望你叫我的全名 解放西 好的西西 谢谢 不客气 西西 你终于肯来找我了 忙 半斤瘦肉 谢谢 昨晚又熬夜碰滴了 没办法 没怕 快二十岁的人了 该懂事了 我知道 拿回去补补 你看你都瘦了 收摊的声音 少说你无毛钱 谢谢 解放西终于需要我了 你们等着吧 你以为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 没有用的 像你这样出色的男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像漆黑中的银河虫一样 那样的鲜明 初衷 你忧郁的眼神 唏嘘的鼓掌 深呼吸气的刀法 和那被Snow Blue 都彻底地将你出卖了 不过 虽然你那么出色 但是行有行归 你不肯行视频 算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你会理解我 没想到 你跟他们一样 再理解你 也不能断根 如果有灵改 我早就拍了 最近状态很差 拿点猪肉回去 跟粉丝说 别催我了 谢谢 酸泥狠 对不起 我又背着你们偷偷出来 散发魅力了 请允许我 为我的莽撞 自发一杯 摇晃的红酒杯 装的是啤酒 你们看不出来吧 这难赦免的罪 百忙之中 能够抽空小酌一大杯 还真是安逸啊 Frank 再给我加一杯小老鼠 啤酒墙上 就他最可爱 你们一定喜欢上了 今晚调皮又冲动的我 此时此刻 我只想跳一支 不知名的舞 在如此寂寞的夜空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假装热情享用 可笑啊 以前喝假酒说真话 现在喝真酒 说假话 所以那些拿着酒杯 说爱你的人 你可知道 是真是假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啊 果然 帅气不能当饭吃 午夜11点的我 还是被恶醒了 我这么精致的美男子 是绝对不会叫外卖 来敷衍自己的 Instant Nooters 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食物 也是最残忍的食物 因为没打开一包 就会有一根火腿肠牺牲 北纬29度 来自长德圆江的水 经过24小时的沉淀 最适合用来在午夜温暖食材 而冰冷的餐盘是没有感情的 所以我偷偷决定 再加两根辣条作为陪伴 糟糕 差点忘了它 相对于82年的可乐 我更喜欢18年的 毕竟82年的已经过期了 不像我的美貌 永远不会过期 对自己好一点吧 这么大了 还指望别人疼你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 为了庆祝自己找回了电动车 我决定去吃顿火锅 像我这种美男子 吃火锅必须包场 老板很识相地在晚上10点39分 答应了我的要求 灯 我只要两盏 其他的地方 就用我的帅气来照亮吧 省一点 大家都是小人物 能活在这个世界 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像这看似热闹滚烫的锅底 底下不知道有多少渺小的CH4 在努力地燃烧自己 最后一份矛盾 谢谢你等我 啊 我就是这么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 我要把你 放在离我心 最近的地方 心很凉 但是胃很暖 我在别人心里待过 我不会骗你的 啊 What 老子吃火锅 剩下的火锅底料 该给谁吃呢 而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周某人 谢谢你的提醒 心 还是凉得好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美丽 哈 你告诉我什么是孤独 是一个人吃了炖火锅 还是一个人去看了场电影 你又怎么知道 有些人不是天生就不合群呢 十二点钟方向的张富贵 已经连续在这里待了九天 自从李春梅在广场舞上 选择了王建国之后 他就一直这样 这一书 可能就是一辈子 留给他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而他并没有发现 十点钟方向 穿着军大衣的王建国 没有了潇洒的舞步 身子骨 果然扛不住动 而令人amazing的是 抱着孙子的李春梅 居然出现在了七点钟方向 再往前走两米 刚好和张富贵 与王建国 形成微妙的等要三角形 看电影的人 来来往往 一如他们的生活 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 都是我编的 哼 我果然一点都不孤独 生活 可比电影有趣多了 啊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每到月底的时候 钱包都是最孤独的时候 人 也一样 我想回目孝了 毕竟我是个念旧的人 嘿 小老弟 难道你没有发现 耀眼的学长吗 讨厌 每次来都有专人为我服务 虽然当年母孝没有留给我铁饭碗 但至少留给我一张饭卡 拿走 随便刷 十一块 连叉烧饭都这么懂我 还真是与生俱来的魅力啊 不过 时隔许久 再次吃到母孝的食堂 味道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毕竟你在外面尝过最危险的甜 也吞过最难咽的苦 回头才发现 那个曾经你最不想去的食堂 比什么都好吃 外卖可以吃一辈子 但你一家都记不住 食堂只能吃四年 你却记得一辈子 如同你遇见的那么多人一样 我这无处安放的 美丽啊